五度的大臺中市長選舉 最新的民調顯示 蘇嘉全和胡志強 差距只剩下百分之七 不多 這個時候如果釋放前總統 陳水扁 會不會影響中間選民呢 民進黨大臺中市長 在參選人蘇嘉全認為 這個是兩回事 不會衝擊他的選情 雖然民調數字有如稻刺甘蔗 但蘇嘉全卻不敢釋以輕心 我們這個茶屋裡面 八五十三個比我們還沒標準一點 八五十三十個裡面 我們才能夠二十八個來的 所以我們不可以釋放這麼多 甘甘的麻煩 事實上綠營內部確實有人擔心 萬里陳水扁被釋放 很可能會衝擊到未表態的中間選民 影響的差距只要超過百分之二 對民進黨的五毒選舉都很不利 人民心裡應該清楚 是我在選舉 那其他的因素 我都不覺得會有影響 蘇嘉全的民調提升 民進黨市議員參選人 也跟著士氣大政 大臺中的選情 藍綠的競爭越來越緊繃 民視新聞李坤席 台中報導